熟龍 熟龍 熟龍是不錯的 牛龍羊狗四個生肖 才運不錯 龍排第一 其他三個生肖都是范太歲 熟牛是范太歲 熟狗是太歲雙營 即使人家的廟門說范太歲 也說太歲雙營 就不用理會 熟龍說三營六充 隔三個生肖 九個生肖 三營六充都說范太歲 熟龍今年又不是范太歲 又不是雙營 又不是雙營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不錯的生肖 才運不錯 不過桃花今年就一般排第九 因為又不是桃花年 又不是雙營很平穩的年 吉星方面有太陰女貴人之助 今年才運排第一 又有女貴人之助 上司拍檔下屬女人 都特別容易有幫助 空星方面 雖然有天煞 碎煞 冠索 歐神和卒捕 全部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生肖 沒有特別要留意 所以財運排第一就是這樣 財運不錯 有太陰吉星 空星全無 即使你生在這個 八月八周三月六之前 運氣一般都好 因為你在這個 一九就桃花年 二零日太歲雙俠 去到二一來講 財運都是不錯 所以即使走進逆運 都好過其他走進逆運的生肖 如果你是生在三月六至八月八 平命熱命人 又加上涵緊 還體高一線 所以屬農的 基本上都是不錯的 跟著輪到屬蛇 屬蛇的 今年太歲搖合 搖合本來人員是不錯的 為何寫財運排第十 因為其他生肖 好過你這樣 就不是說你特別壞 因為今年搖合 連有遠方貴人輔助 什麼叫遠方貴人 如果你做的事 要跟外國接觸 或是經常接觸外國人生意 那你就看高一線 即使不是都好 今年來講都OK 因為今年的吉星有金魚和三胎 金魚和三胎 都是地位提升有進步 所以財運雖然排第十 其實事業 如果打工來講 有地位提升 即使做生意都好 財運一般都好 都不是差得很緊要的 人員方面 因為太歲搖合就不錯 所以人員方面就排第六 除了其他人的傷合生肖 桃花生肖 好過你之外 你其實都是不錯 屬於一個中上的人員運的生肖 那吉星剛才講過 有金魚和三胎 地位提升有進步 空星就比較多 所以排財運 排到你第十 就這樣解 因為空星是非父官父念父 特異其來官非是非人事不和 那麼五鬼小人星 天哭心情不開朗 姐妹容易被人睹背著 講是非 那麼官非是非人事不和 不一定犯官非的 可能抄牌忘記給錢 上了法庭再罰你多些錢 又或者亂過馬路 亂食煙 或者現在不戴口罩 被人罰錢 都要叫官非 那麼五鬼就不用理 五鬼小人星 我經常講 小人的東西可能能力不夠你大 才能不夠你好 那經常喜歡睹你背著 那些小人就不用理他的 那麼天哭呢 就容易悲觀 看一場苦情片都哭得一句句 哭失幾打字子 那麼天哭就沒什麼所謂 我經常講 有時哭一哭 感情的書法來說 都是給你的情緒 有一個平復的機會都不錯的 那麼子輩就更加沒得搞 因為明昌二黨 暗戰難防 華明子輩 督你背著 背後講是非你都不知誰 那唯有做好自己 所以屬蛇的你 雖然財運提提實 其實事業 尤其是打工一族都不錯 有地位提升機會 做生意呢 那就一般的 人員方面就中柔的生肖 那接著是屬馬 那屬馬呢 都叫做犯太歲的一種 叫做太歲雙春 太歲雙春 太歲雙春 就很輕微的 第一是刑 第二是衝第三 刑衝破害 是的 害牌第四 不是很重要的 那麼犯太歲 衝太歲 刑太歲 破太歲才到你害太歲 害太歲來講 就很輕微 很微 我有時會不記得寫都有的 那麼害太歲 就是代表少少的是非 又不用專程留意的 那麼所以今年來講 你桃花牌第三 為什麼這麼正呢 因為今年呢 叫做咸池桃花 咸池桃花呢 咸池桃花呢 都是一個好的桃花來的 咸池桃花對男女關係 就未必有大的作用 因為咸池桃花呢 就叫墓水桃花 什麼叫墓水桃花 如果你單身的呢 容易突然間 跟已經相識的人 突然間走在一起 突然間容易散 容易那年來那年走 那麼如果結婚的墓水桃花 當然不要再 三個關係就搞到一鍋好了 那麼如果將墓水桃花化成人員 分為人員就好的 因為墓水桃花 尤其是做些工作 尤其是做些工作 經常要接觸群眾的 比如保險地產 甚至乎我做體診算命 美容化妝 經常要接觸群眾的工作來講 就特別有利的 那麼所以呢 桃花就排第三了 那麼運氣來講 財運和事業就排第七 因為雖然說醜五傷害 叫太子傷害 其實就不是很嚴重的 那麼憑努力來講 都可以看高一線的 那麼但是呢 都要看回你 究竟春夏秋冬 什麼人出生 那麼我講你財運排第七 就講你春夏天出生 而已 因為春夏天出生 始終走運 那麼所以財運來講 都是中游的生肖 雖然今年犯太歲 是非比較多 空星又比較多 但是都是叫做慢慢慢慢有進步的 但是如果你生在八月八之後 生日六之前 又加上今年又太歲傷害 又一般的 只有一個叫星 叫做月德 逢空化吉的星 所以今年來講 就不求有功 彈球無過 就不要那麼積極了 那麼吉星方面 有月德 剛才說過的 逢空化吉 那麼空星是什麼 咸詞不可以計空星 除非你變成三個關係 死乎是小疾病 小號 小破財 那麼小破財 如果平時你想買那樣東西 又不捨得花錢去買 那你就借今年小號來講 就買了它 一來認了破財 二來來講 就買到心頭號 就不用白白洗錢 所以屬馬呢 屬於比較中間的